男女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标准是基本一样的 没有针对女航天员的特殊的选拔和训练标准 经过大量的实践 包括理论研究 女航天员有执行太空任务的能力 而且在某些方面的感觉更敏锐 而且心思更细腻 考虑问题更全面 处理问题的更注意方式方法 还有交通能力更好一些 还有就是在微重力环境下 女航天员的雌激素和铭的代谢优于男航天员 还有就是女航天员在这个环境中 她身体中的铁含量和废物代谢比较低 所以她认为是比较适合长期太空生活的 这样她的不易于不容易得比如说铁中毒 还有血栓 还有血管精卵 还有心理紊乱 对面的词 对面的词 对面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